张韶韩范为琪重新翻红,作为与女歌手代表的她却销声匿迹。 最近一段时间,歌手节目可谓火爆异常,张韶韩和范韦琪接着着股东风互动炒作,现如今在内地的知名度简直都堪比一线明星了。 只不过正所谓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有一些实力不屑和他俩的歌手如今过得可并不如意。 在上个世纪的娱乐圈,并没有到处都是流量鲜肉明星,那个时代出现了很多值得致敬的真正的歌手,他们是当时娱乐圈的半壁江山,并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苏惠伦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她不俗的唱功实力在当时得到了歌坛以及观众的认可,被称作玉女。 苏惠伦可以称得上是当时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歌手,甚至是后来的蔡依林也没办法相提并论。 但是大火的她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后就几乎没有她的消息了,为何会突然隐匿呢? 作为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苏惠伦在事业上有助不可比喻的成就,但是在感情上经常受挫。 她有两段恋情被观众所熟知,熟知的原因是两段恋情谈了将近十年,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刚出道时的苏惠伦,因曾与陈国副导演有过合作,二人因工作产生交集,后护生情愫。 苏惠伦面对媒体的提问时,也直爽承认恋情。 二人本该是外人眼中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是却因为刘若英的原因,感情产生裂痕,最终以分手而结束多年的感情。 虽然她所承认的只有这两段,但是关于她的绯闻却是满天飞,在学校时有个初恋,铜锣大佑的粉丝,与成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这些绯闻一直跟随住她。 虽然当事人始终没有承认过,网友也对于她与女形象的定位慢慢产生质疑。 苏惠伦是个很随意而安的人,也很有童心,她说自己即使当了妈妈也依旧要有小孩子的心情。 她时常说将由新生如何感受生活和面对事情的态度决定了怎样的心情。 看得出来她的心情很好,所以哪怕经历岁月的考验,仍然风采依旧。 感情遭受了无数的挫折,但最终她还是迎来了属于她的良人。 在2014年她同孙一鸣成为合法夫妻,获得了无数的粉丝的祝福。 虽然老公之前结过一次婚,并已经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在一起生活后,三人感情也很融洽。 现在她同老公也生下了一个儿子,一子一女齐全,人生无憾。 年过四十的她经历过大火,也遇到到无数的挫折。 现如今她的生活重心主要以家庭为主,虽然不再出现在大众面前,但是这个舞台依旧没有忘记她。